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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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海关的组织法 海上监察厅 負责澳门管理水域 以及沿岸的警务工作 除了预防违法对外贸易活动之外 也兼负打击偷渡活动的职责 附下设有两个储级单位 五分别是海上巡逻处 以及沿岸巡逻处 专责有关工作 海上巡逻处设有船队 配备各种巡航仪器以及装备 负责巡逻中央或定的85平方公里 澳门管理水域 海上部署船艇进行 反走私、反偷渡 以及海上救援工作 海上巡逻处还设有一支 由16人组成的蛙人队伍 参与搜查及拯救行动 沿岸巡逻处 负责澳门特别行政区沿岸巡逻工作 附下设有澳门海关巡逻站 以及海岛海关巡逻站两个分站 分别按各自管轄范围 负责澳门半岛、坎仔岛 以及路环岛家沿岸警务 以及关务工作 在偷渡及走私黑点 派驻官员进行定点巡逻监控 并且透过巡逻车 24小时全方位覆盖 巡逻沿岸的范围 至去年12月20日 中央划定澳门管理水域之后 海上行动指挥中心 以及三个海上运作基地 正式投入运作 实现半小时行动反应圈的 行上行动部署 中心透过接收由相关部门提供的 沿岸及周边水域的视频、音频 以及雷达影像信息 同三个海上运作基地 以及各方位海域部主的 24小时巡逻船艇互相配合 使海关的船艇 能够在半小时内 到达澳门管理水域范围内 任何一点 快速应对整个管轄水域内 发生的冲突事件 另外 因应澳门管理水域管理面积大增 海关作为澳门水域的 前沿一线执法部门 亦重新划分海上执勤区域 以及适当调整陆上的执勤部署 提高执法的灵活性 以及互补性 从而达至海陆倒截的目的 而在船队和陆上沿岸巡逻设备方面 海关船队由9艘巡逻船 以及17艘的快艇组成 船上的设备 大致可以分为巡航仪器 通讯设备、救生设备 以及其他执勤的装备 海关拥有雷达 GPS卫星定位系统 分别用作偵測海面情况 目标定位 以及海床与船脊底部的距离 有作偵測海面上的漂浮物 以及快速到达目的地 海上设有16坪对港机 以及特设频道对港机 透过相关的对港机 能够即时和澳门船泊交通管理中心 内地执法部门 以及其他船脊互通信息 海关船上 还设有其他救生设备以及装备 包括消防救火设备 救生佛 抽水泵 担架 救生圈等装备 在陆上沿岸巡逻方面 除了巡逻车和电单车车队外 在通讯方面也同样配备了 有特设频道对港机 能够即时和内地相关执法单位 互通消息 另外 为了应对澳门较为复杂 隐蔽性较高的沿岸线 有效打击偷渡活动 沿岸巡逻也配备了手提热能探测器 透过热能偵測偷渡人士的匿床位置 海关的巡逻船艇 巡逻车 以及沿岸巡逻人员 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都会配备有GPS卫星定位设备 配合海关的流动巡逻监控系统 能够即时作出灵活调配 有效打击非法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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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